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统 一句话 请您放心 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 把华北的援军尽快拍到葫芦岛一线 拜托了 一定要抓紧时间 是 报告总统 夫人的重要电话 请诸位稍等 我去接个电话 诸位 请坐吧 坐 不用快信 周司令 立即通知机场 我现在就要回南京 有要事要办 是 我马上用电话通知机场 去吧 是 医生啊 这真是官身不由己啊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我就先走了 快点了 我会快点了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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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副总司令 委员长有什么急事 这样匆匆忙忙赶回南京呢 看看近期的报纸吧 总统的家事比国事重了 小国子 给我在报纸上找找 有没有关于打虎的消息 有 坐下念吧 好 大太子蒋经国移到上海 强行管制物价 严厉打击投机市场 为此他调来上海青年服务队 作为机干队伍 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 广泛搜查 他敢于违抗命令 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 他们自称打虎队 大太子蒋经国公然声称 只要对政府有利 我个人干冒一切危险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啊 负面的消息也念了 念 是 自从蒋总统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后 大点声 自从蒋总统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后 官僚资本集团非但不带头平稳市场物价 反而带头囤积物资 哄抬物价 投机倒把 从混乱中吸取巨额利润 如任其发展 民生必将不生 民国必将不国 好了 不要念下去了 中国时下的金融完全操纵在这些官商的手中 不拿此开刀 不足以平民分 也不足以谈押那些小官商 中官商 以及和官僚政客有关系的大奸商 其中 杨子公司的董事长孔令坎 仰仗其父孔祥熙的御威 一搞不法的黑生已闻名上海 且无人敢问 大太子蒋经国在打虎期间 竟将其抓捕 真可谓大快人心 夫人 大令 你看吧 这些都是你们江浙在户的商人 或个人或联名给你写的信 都讲了些什么呢 简单 都说我们这些江浙商人顶着骂名 跟总统先生打天下 难道今天就把这些与革命有功的人都忘了吗 还有其他的消息吗 有 有 有很多 这些报纸上都在深刻地分析 你那可叫的金儿在上海打虎的事情 你就念给我听听吧 这儿有一份华盛顿邮报 发表了一篇深刻的社论 公开评论说 由于内战关系 军队的人数日增 任何方式的避制改革 在此时提出 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还有 我认为这座消息说得十分明白 蒋总统的财神爷是江浙邦 而蒋家王朝的四大支柱 是蒋宋孔臣四大家族 在此均拜国威之计搞打虎 我现在就去上海 你先出去吧 是 金儿 坐到父亲身边来 来 金儿啊 你告诉父亲 你是哪天开始 研办孔林砍的 十月四号 当天上海的金融市场行情如何呢 上海市场发生波动 抢购之丰盛行 物价当天就上涨了三倍 这次你作何感想 未免非常不安 这就是 用上海文人的一句话说 你还没入道啊 父亲 我一直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 这我知道 金儿 再听父亲一句话 先不要拿孔林砍开刀 父亲 父亲 这样一来 我的打虎行动 岂不半途而废了吗 通货膨胀 那又要开始了 金儿 冷静一点 不要这样悲观 谷语说得好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你可以并无他人开刀 父亲 我早已经开始反对共产主义了 但我一直坚信 经济是基础 是决定上层建筑的 如果经济垮了 国家的根基也就等于动摇了呀 父亲 问题没那么严重 你考虑过没有 让外必先安内 如果你执意妄为 会牵连胜过 撼动党国的根基 如何完成堪乱剿匪的党国大业 好 金儿 你这次在上海的大虎行动中 取得了多少实际的效果呢 来 坐下说 据最新统计 售价黄金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粮 美钞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 港币一千一百万元 银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 白银九十六万余粮 银票三千五百万粮 粮食七百四十万佰 成绩不错 不错 成绩不错 金儿 你就把这笔钱包管好吧 有心打火 却无奈身在湖北 双手背负 וצ 躺 前一发 人动全身 江沐人是回天无力 恶心通货膨胀 对官僚资产阶级 尤其是像孔令侃 杜维平 这些内外勾结的 大官僚资本家 这正是他们 敛财的好时机 可国同区的老百姓 就要遭殃了 结果只有结队走上街头 用嘴巴向政府讨要了 将某人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样一来 城市的工人阶级 自由职业者 焦淑先生 上街这么一闹 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轻赋 这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从现在起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 不仅要研究 蒋母人失败的原因 而且还要找出 防危杜剑的规律 主席 谁让发来密电 子龙 把作战地图铺在地上 是 你们看 魏力皇 六二乡 此次西援锦州 是被迫的 他们因惧炮我军围城打援 将其揭卫在增援锦州的途中 不敢直接持援锦州 想采取切断 我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 迫使我军放弃攻打锦州的办法 我同意主席的分析 廖耀乡率西晋兵团 将主攻方向指向张武 心力团 然后再市集西晋 采取逐步推进 看事行事的谨慎方针 点告林彪 罗容华他们 不要顾虑该敌难以阻止 大约有九个时左右 就可以对付该敌 另外 为了准确地 掌握东北战役的进展 要他们两天左右 向中央汇报一次 为了增加东北野战军的信心 我看可以向他们通报 华北军区部队 进行的查随太原战役 西北野战军举行的立北战役 和华东中年野战军 即将举行的淮海战役 咱们三个已经是第三次 深入前沿看地形了 对攻打锦州有什么意见 鉴于锦州的地形和地势 以及受成敌人的兵力部署 我同意林总提出的工程计划 以主要兵力和兵器 由北而南 南北对近 我建议再加上一条 要采取多路而且重点的部署 可以 这次攻打锦州的作战原则 第一 首先揭面较弱的敌人 或较容易夺取的地方 对强谷的建筑物并不在兵多 而是靠准备充分和火力掩护夺取 第二 此次攻打锦州 分外围和攻城两个阶段进行 对 这两个阶段是连续不断的 外围清扫以后立即攻击成员 在攻击成员的时候 第一步要消灭城东之地 然后消灭城西半部 即飞机场之地 林彪他们部署甚好 关键是执行的坚决性 对头 绝不能有半点犹豫 全讲不如激将 我认为攻打锦州 有很重要的两个关键 一是能否顶住来自锦西的援军 赢得攻打锦州所必须的时间 第二是要扛住廖耀湘 在张武心力屯的援军 务必让林彪他们 在锦州东西两个方向 选好打阻击的阵地 同时还要根据敌情的变化 随时做出调整 1948年10月9日 东北野战军发起了锦州外围战役 10月10日 由于敌军兵团奉命救援警州 薛汉前指挥赞边第62第8第151时 在重炮 飞机和军舰箭炮的活力支援下 奔路向东西大鱼山 西至北台山阵地 发起猛攻 西至北山阵地 众头 众头 共军向锦州发起攻击 已经三天了 固守锦州的范汉杰 卢俊权发来迭电 要求增援 给范汉杰 卢俊权打电话 要他们坚守待援 很快 以锦州为中心的会战 就要开始了 可是 侯敬如率领的东晋集团 被共军阻击在塔山一线 已经两天两夜了 一步都动不了 电高侯敬如 命令他十二日 必须攻占塔山 直下锦州 是 等一等 廖瑶湘的攻击兵团 到达什么位置了 张武一线 他为什么不走直线 增援锦州呢 他们趴在路上 中了共军的打员计 所以选择了张武 和西立团这条路 啪 又是一个啪字 立即电高廖药箱 让他即可持缘锦州 造成东西夹击 内外结合之会战态势 是 参谋长 我共军部队做好战写准备了吗 就等十一时一到 我东南北三个集团 将会万炮齐发 向锦州发起最强势的攻击 罗政委 我写给锦州首帝第六兵团司令 卢俊全的信用回音了吗 没有 看来这位滇军将领 决心为蒋介石殉葬 塔山情况如何 自从把总预备队 第一总队 于昨夜调入高桥地区之后 我塔山阵地更加固若金汤 罗政委 我们总攻时间定的是十四日十一时 为什么刚十时就在城外发生了激战 可能发生了异常的情况 刘参谋长 这促起的炮声位于锦州什么方位 在锦州城北 立即给北突击集团司令韩仙楚打电话 询问情况 给我接通北突集团韩仙楚四远 我是韩仙楚 请讲 那为什么才说 报告 国民党军突然于金城向我北突击集团 第二第三纵队阵地发起反击 我立即命令第二第三纵队各突击部队 城市进入进攻出发地 所以提前于十时发起总攻 你们听 我九万员门大炮正一起升向预定的目标 你们是突击锦州的主力集团 一定要胜利地完成攻击锦州的战斗任务 请首长放心 我们一定不辜负野寺首长对我们的信任 一定提前拿下锦州 丁总 罗正尉 我看就提前一个小时发起总攻吧 我同意 好 下令 总攻 开始 我攻击锦州的北 南 东三个方向的突击军团 于十四日先后发动攻击 打开了十个突破口 相继完成对成员主阵地的突破 并迅速进入纵深圳 卢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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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南京 沈阳的联系全部中断了 作为军人 为范主任失从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这个前进指挥所的主任 和部署的一切联系也中断了 就说我的前进指挥所 和你的兵团司令部吧 只是一阶之阁 我也要走到你这儿 和你商量事情 还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了 那 那廖小江他们呢 他们分别被阻止于塔山和西里屯地区 现在共军集中全力 来攻打我锦州的守军 是 这样说来 行事对我极其不利 我锦州的守军伤亡惨重 这士军又无险可守啊 真的要坐以待毙吗 是 突围 今晚突围 此次突围 有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 是 突围之前 有北面的部队 向北发动猛烈的攻击 掩护我们 从东门附近渡过小灵河 然后 与从锦西向塔山攻击的部队会合 是 万一 失去联系的话 那就听天由命吧 作为军人 我们已经尽职尽责了 主席 主席 正要找你 内线的同志 搞到一份杜一鸣草拟的 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 你不是正在起草 对淮海战役的有关指示电文吗 我觉得 可以做参考 很好啊 我也来个纸上谈兵 主席 主席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我连夜写完了 你先看看 然后转给老总 如无不同意见 就发给苏玉他们 好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 是集中兵力 歼灭黄百套兵团 完成中间突破 占领新安镇 为达到这一目的 应以两个纵队 担任歼灭敌一个式的办法 这样 我们共用六个至七个纵队 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军 六十三军 六十四军 同时 以八个至十个纵队 担任祖园和大园 第二阶段 以大约五个纵队 攻坚海州 新浦 连云港 灌云地区 第三阶段 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 好了 带回去再看吧 好 这里还有呢 同意杨成武主力向西行动 敌战张武对我恭敬并非不利 这是我昨天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今天又修改了一遍 你看后可从少奇老总毕市看 然后就把它发下去 主席啊 你又一夜没睡 这样吧 先休息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司徒大使 随着东北战局的逆转 华北重镇平津二世 势难自保 我看 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 很快就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场 我想要不了多久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就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了 阁下的分析真是一阵间歇 那么在你看来 国民党军队能守得住江北的门户 徐州和邦部等地吗 以您的判断 时下刘志所部的兵力 能抵抗得住刘邓和陈素两部共军的进攻吗 是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说 如果照此打下去的话 长江以北就都要变成毛泽东的 是这样吗 既然明知徒劳无益 为何还要孤主一制呢 在打的过程中 白白地丢掉江北呢 那只有蒋总统 能回答大使阁下了 您的意见呢 这或许就是蒋总统的性格吧 我们美国政府是绝不会因为蒋总统的性格 而支持他如此任性地打下去的 那你们美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呢 这要中国人民不愿意再打了 而副总统阁下也不主张再打下去了 我们就不会再给蒋总统援助和贷款了 当然也不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任何的武器和装备了 好 这阻止不了蒋总统要打下去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也可以说是他的政治生命的命根子 如果他不打下去的话 他连一天总统也当不成呢 阁下真是一眼中地 一下子就说到要害了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清楚的事情 换句话说 只要蒋总统再喂一天 中国的内战就要打一天 是啊 国军每一天不但多留一天血 还会多损失江北的一片国土 什么时候江北的土地都丧失殆尽 我们和中共和谈的砝码就轻多了 你说得非常正确 所以我们要变打仗为和谈 为和谈才能改变失败的态势 副总统可想 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 我在此衷心地预祝你能够顺利地重启 国共两党之间的和谈 祝你成功 从十四日十点钟起 共军进攻锦州 已经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了 你放心 再坚持几个二十四小时 都没问题 万一要失手了呢 我会亲自 领侯靖茹 注射葫芦岛锦西的东京兵团 以及廖药香的攻击兵团 同时分进贺机 再收复荆州 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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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 我各突击集团胜利会时 荆州全城解放 将军 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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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谣言 金州固若金汤 还有十几万国军坚守 怎么可能落入共军之手呢 这一定是共军制造的 蛊惑军心的谣言 魏司令 在你为什么不下令严查呢 总统 现在不是查谣言的时候 那你说 现在是查什么的时候 从下午开始 我已经查不到范汉杰的消息了 为什么查不到 好 你先告诉我 注射锦西葫芦岛的侯靖茹 在飞机箭炮的支援下 以三个军的火力 就可以把塔山移为平地 而我们的将士却攻不上去 这又做何解释 我真的不明白 这位侯静茹将军是怎么搞的 因为到现在 我这个总司令 既没有见过他的面 他也不曾向我做过一次汇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这个总统在越权指挥吗 总统是三军统帅 你应驾驭前军 那你却对廖耀香下了 撤退沈阳的命令 这又做何解释 是的 我认为 贡军一旦攻陷锦州之后 下一个维艰的目标 就是廖耀香兵团 所以我对他说 锦州有变 立即退守沈阳 你这是胡闹 即便是按你说的 锦州有变 那么共军还有力量去攻打廖耀香兵团吗 总统 据我所知 共军在中途 埋伏了十几万的大员部队 所以我是帕 帕 又是一个帕字 我们在战场上的所有失败 就因为这个帕字 现在我宣布 由杜玉明代表我在沈阳辅佐你为总司令指挥 校长 是 总统 我看还是由光婷直接指挥吧 不 你依然是东北较总总司令 到了这个时候 由不得你撂挑子 你和光婷 必须给我守住沈阳 是 是 坤手在长春的郑东国怎么样了 是 总统 他现在的处境虽说十分艰难 但他依然指挥弟兄们 坚守长春 这就是一个军人 所具备的骑马的勇气 是的 不过 突围的命令 还是由总统亲自下达为好 你把话说得明白一点 在这风云变化的今天 我想郑东国将军 只有见到您的手遇 他才会突围的 锦州攻坚战 共毕伤国民党军 一万九千余人 俘虏八万余人 东北较总副司令 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第六兵团司令长官卢俊全 等三十五名少将以上军官被俘虏 缴获各种火炮一千一百二十一门 各种枪支 不必念了 作为副舰上报中央军委 是 林总 刚才第一兵团司令员萧进光 政委萧华来电 曾泽生派人出城联系起义 好 第一表示欢迎 第二电告中央请毛主席拿大注意 请毛主席 电报里说蒋介石邪夫人宋美林飞到了沈阳 老毛 你说这对郑董国起义会有影响吗 有 但不是负面的 子龙 说说你的高见 锦州攻下已经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主席不是正在给华东野战军出主意 在蒋介石家门口载他一个大仗吗 子龙同志进步不小 肃玉他们早就憋足了劲 从济南战役到攻下锦州 整整等待了二十一天了 如果他们知道东北野战军打下了锦州 那打淮海战役的尽头就更足了 是啊 我一口气写了三则电报 请老总审阅 老总曾预言对锦州要动武 对长春要起义 现在锦州的武戏落幕了 长春起义的戏该上演了吧 老毛 我和恩来到你这就是商量长春起义的事 好 第一步 电视林彪 罗仁淮 并转萧锦光 萧华 请他们务必走好 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这步起 因为这是长春起义的序幕 第二步 请曾泽生他们再帮着做第七军的工作 但是压轴的戏则是由恩来出马 厉俗当年在黄埔的弟子郑冬国起义 如果他举起了义棋 那这出长春起义的戏可就演大了 这将在国民党的队伍中影响很大 雷雷 你认为有希望吗 有 郑冬国是黄埔义棋的学生 为人正派追求正义的同学中很有人缘 我想以当年师生的关系给他写信 请萧锦光萧华派人送给他 很好 昨天派张炳昌和李征出城 到现在还没有放回 会不会共军不接受我们的起义 我看不会 他们二位会不会在回来的路上 被辛其俊的那些狗们捉了去 发生什么意外了 喂 找谁啊 我找曾泽生军长 我就是啊 副总司令有什么事吗 请你务必赶到我司令部来 我有万分紧急的事要找你 我正在吃饭 一会就去 来我这吃 别吃别谈 不 我马上就吃完了 千万不能去 对 喂 君总 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要是我们起义的事 走落了封城 或者派到城外 联络起义的人 被他们捉住了 那这个时候去 那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至于吧 政府司令 政府司令 他不是那种势力小人 兵临城下 生死攸关 方人之心不可无法 县匪各纵队 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 该不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 县机有两缺 而后即令守军全城恶嫖 已无再有转进之机会 如再延迟 坐师机宜 致现全盘占据于不利 该副总司令军长等 即以违抗军令论罪 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政府总司令 来得正好 来 过来过来 来来来 你先看看 这是校长自沈阳 给你我亲笔写的信 你看看 政府司令准备怎么办呢 只能按命令行事 我计划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明日四面出击 后天十八日就突围 你的意见呢 好吧 不过 目前部队士气低落 突围 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准备走哪条路线呢 准备走哪条路线呢 从医通双阳这条线出发 突不出去就拉上常白山 大游击啊 下午开会再决定吧 下午开会 我派徐参谋长参加 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 情况我都了解了 一切听从政府司令的决定 辛齐军李鸿军长来过了吗 没有 他发高烧在伤病 好 君总 情况怎么样 政府司令决定遵照蒋总统的指示 突围 我明确表态 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那辛齐军呢 听说辛齐军的军长病了 待在家里不见人 君总 他是真病还是假病 我去看了他一趟 至少病得没有那么重 来 张炳长和李珍回来了 结果怎么样 见到解放军了 人家欢迎我们起义 君总 那我们怎么起义啊 解放军 让我派出一个有权威的代表 出城和他们具体协商 我按照解放军的意见 派18二师副师长李左 和赞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中 作为我们的政治代表 出城和解放军进一步商谈 有关起义行动的诸事 君总 那我们干吧 不行 我们六十军有三个师 其中暂编第五十二师 是当年杜宇明派来监视我们的 我们必须带着他们 随六十军一块起义 君总 那他们不是我们的人 怎样才能让他们跟我们六十军一起起义 李师长吗 君总 是我 有监视通知你 今天晚上十一点 你带着你的三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 知道 你要记住 一定要准时到达 是